先萃取再去打奶泡拉花和一边萃取 同时去打发奶泡去做拉花有什么区别 这个视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先萃取浓缩咖啡 再去撑牛奶 再去打奶泡 好温度烫手 基本上油脂就有一点点消散了 摇晃一下浓缩 中心注入进行搅拌绕圈 融合三到五分满 压低释放奶泡左右晃动 中心收尾 其实它也可以 但是唯一不好的点呢 就是你整个制作咖啡的时间会比较长 如果是新手可以先把萃取浓缩 做完再去打发奶泡也是可以的 第二杯的话我们就是去同步操作 我们先把手柄卡上去 放置一个咖啡杯 好先把刷炮做完 好点击萃取按键 把一边萃取一边去打发奶泡 哎 烫出了 它的油脂会更好一点 可以看一下 然后中心注入高流距绕圈进行搅拌 拉花缸压低 释放奶泡左右晃动 制作拉花的一个线条 效果会更好一点 先萃取完再打奶泡拉花 一边萃取一边打奶泡拉花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